今天第209的车 以6倍光速的速度离开这个舞台 移工主题 致敬体育精神的生命之光 既然如此 请邓亚平来当评委 也显得合情合理 中国体育史上 有邓亚平浓墨重彩的一匹 致敬体育 运动会安排上 玩玩而已 节目组请来世界冠军 慧若琪坐镇指导 生过宝宝的慧若琪 随便发个球 哥哥们也没人接得住 只能当裁判 世界级的裁判 三岁小儿级别的运动员 要么发球直接得分 要么发球直接丢分 哥哥们拼尽全力的诚意 打出了玩玩而已的效果 经过三敖战 周晓鸥工作室拿到第一名 拥有一工演唱歌曲 优先选择权 万里长城永不倒 动起来 We will rock you No fear in my heart 四首曲目 你我之间 有渴望 无限量炫耀 起来 为新的记忆和财 动起来 就有精彩 吴振宇的three free工作室没得选 只剩一首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留给他们 既然没得选 索性光棍到底 吴振宇自告奋勇 要求本队第一个上台表演 第一次公演 第一个上台 战术怎么安排 陈楚生提议 不要玩花火 老老实实地唱完就好 重点在于感动 而不是炫技 因为普叔这首歌 是写给纲人波旗的 这是一部由朝圣者 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大哥吴振宇从善如流 论唱歌 惩处生是大大哥 唱得很规矩 很纯粹 拿来禁忌 应该很吃亏 专业评审很给面子 投出48票 只差两票满票 第二场 是周晓鸥的 金A D209工作室 曲目 《动起来》 吴振宇唱朴树的歌 是因为没得选 后面索性放弃挣扎 按原版表演 动起来 是周晓鸥主动选择的 应该很喜欢 偏偏队里的兄弟很高调 沙宝亮等人 要对这首歌 动大手术 理由极其反尔赛 我们队有能力 唱法改了 舞蹈动作也改 意高人胆大 也不怕翻车 周晓鸥向来谦逊 队长直拳 几乎被架空 孔高也被吊上尾牙 杨和苏和皮革里的 rapper不一样 压根没有rapper 不能跳舞的意思 指哪打哪 予取予求 乖得很 毕竟队长都身不由己 有popping 有说唱 有威亚 还有张奥月的空翻 形式上 比吴振宇工作室的舞台 丰富得多 拉票环节 吴振宇只是讲了个冷笑话 周晓鸥他们 掏出精心准备的 未来演唱会门票 这样的舞台 邓雅萍都忍不住 solo的一句 动起来 专业评审 只给出42票 这并不是最终成绩 因为台下观众 以及邓雅萍 精心还没打分 和皮革的赛制不同 追歌 一公前三名 全员晋级 成绩垫底的工作室 将会有人员 淘汰出局 据网上的爆料来看 一公垫底的是张卫健 建索卫健工作室 淘汰的人员是纳乌克热 这意味着 从二公开始 节目组只剩杨和苏 这一个rapper独描 二公也已经在 11月26号录制完毕 共淘汰三位哥哥 江潮已经微博自爆 其他二人 有网友推测 可能是秦分和张小龙 比赛就会有淘汰 只要不是场外因素 问题都不大 就当来扩大朋友圈的吧 节目组老早就立过flag 我们的哥哥 不会占用公共资源 希望一切都好